照片和现实不一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傻眼 就有民众PO文抱怨在网路上 订了一间风格简约的民宿 这木质地板光线明亮 没有想到一路住竟然是一个阿嬷房 这老式的家具还有瓷砖地面 直辟这民宿业者根本聘很大 不过业者也觉得很委屈 有话要说 明亮的彩光 水蓝色的墙 简约的装潢风格 这房型PO上民宿网站 吸引不少客人订房 但有民众抱怨 明明订的是简约风格房型 入住时却大傻眼 因为住的是一间阿嬷房 反正这个都是我们的错 人家他上网指定什么房间 这个我们照理讲 应该是我们那个控房小姐的错 被投诉的就是这一家在嘉义的民宿 阿嬷房型 瓷砖地板 老式的原木家具 和网路上刊登的简约风格房型 全然不同 民众直辟老板用照片骗人 图文不符 根本是变相乍棋 哪有需要去照片人家 最主要是说你来怎么样 不舒服你要跟我讲 我当时可以马上跟你调 对不对 业者跳出来澄清 当天客人完全没任何反应 退房时还很开心 说要寄放行李出去玩 万万没想到客人会在事后 PO网抱怨 让他真的很无奈 也直说这年头生意难做 只能要求自己服务品质更周全 尽量满足客人需求 记者猴公云 黄世云 嘉义报道